Hello 大家好 我是Ariel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们继续聊我妈妈她在登陆加拿大之后的慢慢就业之路 那看过我前面视频的朋友呢 都知道我妈妈在国内其实是大学教授 那她甘愿放弃这个职位来到加拿大 一切从头开始 虽然就是说是我们来之前都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 但是呢 经历的这个过程还是充满各种曲折的 那我想真实的把这一段故事跟大家分享出来呢 除了说是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之外 也是想给大家一些鼓励 一些动力吧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 有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呀心得 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上次呢 说到我妈妈最后在一个华人进出口贸易公司上班 这个工作呢 稳定 工作压力也不算很大 我们呢 还在期间买了自己的房子 但是在这个职位做了一年多之后 那她这个私人老板的儿子呢 大学毕业了 她就准备接受家里面这个生意 所以其实他们就不需要多余的人手 最后呢 跟我妈妈谈 等于就是说是让她离职 那像是这种公司裁员吧 她是可以申请政府的失业保险金的 就是俗称的EI 这个时候虽然就是失业了心里面难免不太好受 但是呢 我们心态还是比较积极的 第一就是作为新移民 拿失业保险呢 其实是好多人的必经之路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而且她作为一种福利 你不享受一下 感觉每个月缴纳的这个失业保险金都浪费了 那到了关键时刻呢 是时候发挥它的作用了 第二 我们当时呢 其实看清了一个现实 就是你给这种私人老板打工 第一 没有太大的发展前途 第二 存在很多的不稳定性 而且说实话 就是平日里也免不了受气嘛 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 这个时候呢 可以刚好趁着拿失业保险 好好重新规划一下 那这一次的目标呢 不再只是像刚登陆的时候一样 就是找一份工作而已 而是想着是不是一个转机 所以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那有了这个比较积极的心态后呢 我妈妈就又开始了新的一番折腾 首先呢 就是我妈妈找到了几家非盈利性机构 我在这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加拿大这边这种组织非常的多 大大小小的 针对各种族裔的 或者是不同人群的这种服务性非盈利机构 真的是超级多 那这些机构呢 他都是有自己的资金来源 像是政府拨款呀 或者是捐助捐款呀 基金等等 那比较多见的呢 都是这种服务新移民的机构 那这些机构主要提供一些像是移民安顿服务 好 比如说可以帮你申请政府的福利啊 给你介绍社会中不同的资源 比如说法律援助啊 或者是社区学院的免费培训项目等等 还有呢 就是帮你做一些就业的辅导 那所有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那很多新移民英文不好又对整个社会呢 非常陌生 所以这种机构呢 其实是可以帮助新移民更快的了解社会融入社会的 那我妈妈找的几家主要的目的呢 是针对就业之方面的 那在跟不同的机构咨询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如果你正在拿这个失业保险 你是有机会可以申请政府的资助去重新回到学校去学习 如果申请成功的话 政府不但会支付所有的学费 还会呢 每个月发放生活费 所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福利 那这个项目呢 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希望可以拿到本地的一些资质 比如说像这种行业证书 这种短平快的项目 所以它不是给这些要回到学校去拿学历的学生的 那作为我妈妈来说 当时她是非常符合这个条件 而且呢 也正好想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找一下发展的方向 对于这个项目如何申请 申请流程等等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就不多说了 简短来说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项目负责人吧 那这个人呢 他是负责你的职业的规划和发展 她同意了 才会去帮你向政府申请 我妈妈当时啊 在她不同的机构找了几个人 大家还记得之前视频我提到过的一个中国阿姨吗 就是我们刚登陆加拿大时候认识的 那我妈妈后来呢 又去找了她 但是 但是 她非但没有很热情的提供帮助 反而在言语中呢 透露出了一些对于新移民的一种鄙视 和一种很奇怪的酸葡萄心理 就是她来的比我们更早嘛 可能来的时候呢 确实条件比较艰苦 她吃了很多的苦 才有了如今很稳定的这个工作生活 所以 她就觉得你们这些新移民 难道才来这么短的时间就想要过这种舒服的日子吗 难道不用像我当年一样要吃几年苦吗 所以她当时非常不配合 我们呢 也挺心寒的 觉得都是同胞吗 何苦为难同胞呢 那这边这个行不通 我妈妈就去找别的机构 而且呢 非常的主动 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约那个负责人见面 跟她谈自己的情况 自己的想法 当时呢 有几个方向可以选择 一个就是做所谓的这个行政助理 还有一个呢 是做职业规划 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专业 好比说华人学的最多的会计啊 另外还有像是法律助理啊 医疗方面的助理啊 幼教呀等等 那这些呢 因为跟我妈妈的背景呢 相差太远 所以我们就没有考虑 那思索再三 觉得行政助理虽然这个工作机会啊非常多 而且我妈妈很熟悉 但是真的发展空间上来说太有限了 薪水也很低 而且呢 就算不培训 你很多人也能做 入行的这个门槛太低了 而职业规划师呢 是一个比较新的职业 拿到资质后可以进到这个机构里面 帮新移民做就业辅导 或者呢 你可以进到学校里面 做这个咨询师 给学生做这个职业规划和发展 可以说是比较有专业性的工作吧 再加上我妈妈本身呢 她有很多年的这个大学教授背景 对于这种辅导啊 咨询啊什么的 还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呢 我们就都觉得 这个方向呢 是最好 最适合的 我妈妈呢 就非常积极的 去跟自己的这个负责人 争取这个项目 跟她阐述 为什么自己想学这个专业 这个项目 还有呢 自己的优势等等 最后成功说服了她 然后最终申请到了 SFU的职业规划师的这个项目 我记得呀 当时学费好像是八九千加币吧 全部是政府支付 而且呢 每个月政府还会发 八九百的生活费 那申请到了这个项目之后 我妈妈超级超级开心 每天呢 开开心心去上学 回家还做作业 真就做回学生那种感觉 然后每个月还拿着生活费嘛 感觉不要太幸福 大家以为故事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吗 学业结束 顺利回归职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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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仅仅是开始而已 其实更大的挑战是在后面 我妈妈很顺利的拿到了这个证书 接下来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去找工作了 这个项目本身呢 它是包括实习的 有合作的机构 会安排你去实习 但是大家要知道 就是这种非盈利机构吧 它本身因为不盈利嘛 都是靠这种捐助或者是政府资金 所以职位是非常有限 不会随意招人的那种 所以尽管我妈妈非常想在 她实习的那个机构留下来 但是苦于没有多余的职位 实习结束呢 就只能离开了 那这个阶段呢 说实话确实是很有挑战性的 而且是非常艰辛的一个阶段 学习结束了 生活费也没有了 在找到新的工作之前 还有谋生啊 所以呢 我妈妈就只能去找一些 兼职的工作去做 比如说再回到培训机构 教英文 周末的时候 还要去中文学校教中文 还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个电话销售 同时还找了不同的 这种非盈利机构去实习 就是在那个时候吧 我妈妈一个星期内 需要跑到不同的三四个地方 去工作去实习 真的是很辛苦的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吧 就是这个阶段 甚至比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还要艰辛 那在此期间呢 我妈妈坚持不懈的 在寻找她的专业工作 也受到了很多面试的机会 但是就是很多都没有结果了 所以除了日常奔波的辛苦之外 这种心理上的挫折 其实也是十分的折磨人 每次呢 都是满怀期待去面试 然后最后呢 希望又落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 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次我妈妈认识了 一个机构的负责人 刚好他们那个部门呢 在招人 然后我妈妈也进行了面试 这个阿姨呢 她本身挺好心的 还跟我妈妈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就是想 彼此更深入了解一下嘛 两个人也是相谈甚欢 回来后我们都觉得 哎呀 这一次面试肯定十拿九稳了 哪想到 没多久就收到电话 说他们在最后的时候 选择另外一个人 那那个人呢 是他们之前的一个员工 离开了之后 这次又回来了 所以那个阿姨 她也没办法 她就一直在道歉 说哎呀 真的不是我妈妈的问题 确实是不巧 她也没有想到等等 我还记得吧 就是那天 我是放学回到家 然后呢 就听到这个消息 当时我也是十分的吃惊 然后很崩溃 因为真的是没想到到最后的最后的关头 居然就失败了 当时心情真的是降至冰点 我妈妈都忍不住掉眼泪 那我觉得那次可能是最打击我们的一次 就是感觉都不是运气不好 就是运气完全离我们而去 可是哭完崩溃完 然后呢 你还不是得收拾心情继续前进 前面已经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努力 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 就这样 在我妈妈可谓是惊人的毅力下 终于终于有一天 她如愿拿到了offer 而且这个职位呢 可以说是集合了各种优点 离家近 薪水高 公司氛围好 可以说是所有面试过的里面 最满意的一个 所以最终呢 我妈妈就在这个职位一直做了下去 直到退休 那在这个职位呢 长达十年的时间里 我妈妈的主要工作 就是帮助新移民来融入这个社会 她会帮老人申请养老金 帮新移民申请一些政府福利 免费培训 会帮助做这个职业培训规划 雇主推荐等等等等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她看到了很多作为移民的困扰 她也会想方设法的帮助他们 所以这个工作到最后啊 它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也变得十分有意义 那我今天呢 选择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也是想给大家一个鼓励 就是不管你在移民的道路上 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要轻易放弃 但是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做出移民这个决定 它背后的原因呢 是你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 我不是为了给大家灌鸡汤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之前的一个 你是否适合移民的视频 参考一下 如果你没有真的想好 为什么移民 那这种坚持 这种勇气 这种付出 可能对你来说都是不值得的 另外我也知道 近些年的这个移民呢 和十几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 现在大部分的移民条件都非常好 而且很大一部分移民的初衷 其实是在国内已经卷不动了 就是想躺平才出国的 如果出国还要这么艰辛 这么卷 那何必呢 但是呢 我是想说 就是出国之后 有可能遇到的挑战 是方方面面的 经济上 在现在可能不再是一个问题 但是对于如何融入一个全新的社会 如何利用好移民 这个重启人生的机会 可能这个更是每一个移民 都要面临和思考的问题 所以呢 分享我妈妈这个经历的目的 不是要告诉大家 出国之后在生活上会有多心酸 而是想给大家一个借鉴吧 第一 要有一个平和的积极的心态 在我妈妈接触的众多移民当中 最常见到的就是因为移民生活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而产生的各种抱怨 而抱怨不会对改变当下的生活有任何的帮助 第二 请拿出你的行动力 加拿大还是一个很公平的国家 社会呢 也提供了各种资源给新移民 但是如果自己不主动 这些资源 这些福利是不会味到你嘴里的 从我妈妈如果拿到免费的这个学习机会 就可以看出 你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 任何机构 但是你需要去沟通 去为自己争取 最后 请保持不断学习的心态 学习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 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 学习新的思维模式和这个国家的底层逻辑 相信我 这才是提高你幸福感的真正途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喜欢的话呢 麻烦点赞转发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